英國首相特拉斯接受CNN專訪 對中態度依舊強硬 但是被問到是否會跟美國總統拜登一樣 表明出兵防衛台灣 選上之後的新鐵娘子字典裡面 沒有出兵兩個字 同樣問題也抛給南韓總統尹錫悅 我問台海你打北韓 上任四個月的尹錫悅可沒打算伸手去接燙手山芋 畢竟經濟高度依賴大陸哪敢輕易得罪 然而同一時間大陸外交部長王毅 卻在聯合國發表獨特歷史見解 徹底解決了包括台灣在內全中國在聯合國以及國際機構中的代表權問題 也徹底封堵了任何人任何國家企圖製造兩個中國或者一眾一臺的任何空間 事實上1971年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 講的是讓大陸取得中國代表席次 我國自此就推出聯合國 根本就沒有提到陸方可以代表我國 當然也沒有90年代才提出的一中原則 我國外交部嚴正駁斥陸方刻意扭曲錯誤詮釋 陸委會也大罵對岸是國際欺騙者跟霸凌者 容不得陸方在國際殿堂侵犯台灣主權 TVBS的總統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不知道一週 3 喇 請 喇 喇